咱们女性在少女的时候可能会因为青春期的懵懂被指责不够自爱 在找工作的时候HR会直接追问近期有没有结婚和生育的计划 步入婚姻之后又会自动或者被迫的承受起更为繁重的家庭责任 这些都是今天女性所面临的真实困境 许多人选择默默承受 毕竟大环境如此 但是有这么一位女士和我们不一样 她公然反抗了人们对性别的刻板印象 为改变女性的艰难处境做出了突出贡献 她就是前美国大法官鲁斯金斯伯格 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她的传记《一见时刻》 在介绍这位杰出的女性之前 我们有必要先简单的向大家来介绍一下美国的司法制度 美国的最高法院一共有九名大法官 这是一项终身制的工作 一旦获得总统任命 除非去世 自愿退休 或者遭到国会的弹劾 否则谁也不能撤还他们 可以说呢 任何一个大法官的上任都会对美国的历史产生巨大的影响 那自美国独立以来 几百年的时间里面 大法官的位置都被男性牢牢的把持住 直到1981年 桑德拉奥康纳被提名为最高法院大法官 才终于让美国最高司法殿堂上有了女性的声音 而金斯伯格呢 正是继奥康纳之后 美国历史上第二位女性大法官 大家可能听到过一种说法 第二名和最后一名没有什么区别 只有第一名才会被永远记住 但是呢 金斯伯格却成功的做到了 让所有人都记住了他这个第二名 在他去世之后呢 他的名字被刷屏了各大的网站 引发了无数人的缅怀 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说啊 金斯伯格大法官为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女性 铺平了道路 再也不会有人像他一样的人了 那么金斯伯格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能获得如此高的赞誉 也许啊 我们能从他的发言当中亏见一二 他曾经说过啊 我不要求性别给予我特权 我要求的只是男性同胞们 把他们的脚从我们的脖子上拿开 他还说有时候人们问我 在九位最高法院大法官里 要有几位女性才足够 我回答说九位 人们都觉得很震惊啊 可是当九位大法官都是男性的时候 却从来没有人提出质疑 可以说呢 金斯伯格的一生都在坚持为平权事业而努力 他写出了历史上第一本关于性别歧视的教科书 他亲自主持同性婚礼 他也因为常常挑战社会主流观点 公开发表尖锐的意义 成为了最高法院里最富争议的存在 有人辱骂他 说他是疯子 什么鬼 可更多的人却把他看作偶像 粉丝们呢 仿照美国著名说唱歌手的一名 Notorious B.I.G. 把他称为Notorious R.B.G. 中文呢就是声名狼藉的金斯伯格 美国的说唱风格想必大家都了解啊 歌词非常的直白 风格呢比较桀骜 而金斯伯格虽然不是说唱 但一样擅长用语言和文字 给人以心灵重击 可见这个声名狼藉 不仅不含一丝贬义 反倒是粉丝对他的一种致敬 为他的意义 为他的勇敢 为他的正义 当然了 生活当中的金斯伯格 除了是一个低调严谨的法律人 他还是一个体贴坚强的妻子 一个恪守母亲的教诲 独立自主的淑女 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金斯伯格的人生故事 奇儿短发 长相甜美 文静独立 成绩优异 这些都是属于少女金斯伯格的形容词 那个时候金斯伯格还被大家叫做琪琪 这是姐姐给他起的小名 在他人眼里 琪琪总是积极的向上的 但是在金斯伯格自己的描述中 当他还是琪琪的时候 家里弥漫的是一种死亡的琪琪 在他很小的时候 姐姐呢就因病去世了 再后来上了高中 妈妈也去世了 亲人的相继离世 让他过早的经历了 世事无常 母亲虽然离世 但他留下了两个教导 却陪伴了琪琪的一生 为他之后的选择和发展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一个教导是成为淑女 第二个教导则是永远保持独立 1950年 琪琪考入了美国的长春藤名校 康奈尔大学 那个时候啊 有一句玩笑话 说你要是想把姑娘早点嫁出去 就把她送进康奈尔 因为那里的男女比例是4比1 幸运的是 琪琪在那里找到了自己相伴一生的爱人 马丁金斯伯格 为什么会和马丁在一起 琪琪回忆说 因为这是他遇到的第一个 发自内心欣赏他聪明才智的男人 就这样 琪琪决定以马丁之姓 管自己之名称为金斯伯格 而让他真正变成我们如今所熟知的金斯伯格的 是他另一个重要的决定 从事法律职业 在他大四的时候 康奈尔大学的一位教授 因为拒绝提供他所在的 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成员的名单 而受到了严厉的指控 这让年轻的金斯伯格感到无比的愤怒和震惊 最终在律师的帮助下 无辜的教授洗刷了冤屈 这让金斯伯格意识到 律师不仅可以掌握一门专业 还可以为这个社会做些好事 在以第一名的成绩 从康奈尔毕业之后 金斯伯格和马丁就举行了婚礼 并拥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两年之后呢 夫妻两人双双进入哈佛法学院 金斯伯格是班上仅有的九位女学生之一 在当年女生在哈佛法学院 是孤独又奇异的存在 她们不允许进入阅览室 不允许住宿舍 甚至考试的楼里都没有女厕所 只不过当时的金斯伯格并没有想到要去投诉 去为女生争取那些平等权利 那个时候的她大概还想不到 几年以后自己会成为这么一个 敢于发声敢于抗争的人 优秀的人似乎会一直优秀 在女生维系汉物的哈佛法学院 金斯伯格再一次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 可是虽然她的优秀是有目共睹的 但是在找工作的时候 却依旧是四处碰壁 因为她是一个女人 她是一个四岁孩子的母亲 而且还是犹太人 在求职面试的时候 她必须表现的比岗位大多数男性 要优秀的多 才有可能会获得工作的机会 可惜最后 她没能进入任何一家律师事务所 只能在老师的推荐下 来到了纽约州南区的联邦法院 担任法官助理 两年时间过去了 金斯伯格迎来了人生中 又一个重要的转折 前往瑞典进修学习 当时的瑞典啊 正在轰轰烈烈的开展女性解放运动 街头巷尾 到处都是关于男女平等的辩论 女人可以工作 可以反抗不公平的待遇 可以在不想要孩子的时候 就终止怀孕等等等等 这些都让金斯伯格大开眼界 在瑞典学习的经历呢 让金斯伯格清楚地了解了 瑞典的法律体系 更让性别解放的观念 深深地扎根在了她的心里 没有生理证据表明 女人更擅长处理家务 也没有道理要求 女人要兼顾家庭和职场两份工作 男人和女人只有一个主要的职责 做一个人 这个观念影响了金斯伯格一生 1963年金斯伯格成了 罗克斯大学的法学教授 并开始在美国民权同盟 新泽西分部担任志愿律师 他负责阅读人们的男性 并为他们提供适当的法律帮助 我们都知道啊 在那个年代 大多数的美国人都认为 女性只是男性的附属品 甚至有不少的女性 对这种观念也是习以为常的 但是自从1964年 美国通过了民权法案 黑人抗争种族歧视的运动 得到了重大进展之后 越来越多的女性 也开始注意到 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性别歧视 他们写信给民权同盟 分享了自己的痛苦和困惑 比如一个高中女生 她想要参加 普林斯顿大学的工程师夏令颖 可是招生简章上 却不允许女生参加 比如邮局不允许女员工 戴男员工的工作帽 可是只有男员工的工作帽 才可以遮挡阳光 再比如 一样在公司上班 凭什么男同事可以把家人 加到自己的健康保险上 自己却不能 公司 公司默认 只有已婚男性 才有受抚养人 这真的合理吗 其实这些事情并不新鲜 但新鲜的是 人们开始抱怨了 女性在有意或无意的觉醒 在大学里 已经有年轻的女学生 在推进女权运动 她们不再默默忍受 性别带来的不公 她们敢于明确地 提出自己的诉求 这和前几年相比 已经是非常大的变化了 金斯伯格 钦佩地观察着这一切 她自己呢 也积极地投身到了 女权项目的工作当中 为女性争取平等的权益而发声 而这期间 她尤为关注的是 堕胎政策 在明权同盟的 女权项目办公室门口 有一块 明黄色的标志 上面写着 女人正在工作 而在这里工作的律师妈妈们 往往会把自己年幼的孩子 也带过来 在办公室里呢 给宝宝喂奶 工作繁忙的时候 就把孩子 交给兼职的大学生 帮忙照看 但是出了这个办公室 女性的怀孕 生育 却成了让无数职场女性 头疼的一件事 苏珊斯科拉克 是一名空军护士 怀孕之后 部队给了她两个选择 辞职或者堕胎 更讽刺的是 在当时 美国几乎所有的州 都认为堕胎是违法的 也就是说 政府禁止堕胎 但是 军队却可以强制女军官去堕胎 因为这样对军队更有利 还能有比这样更虚伪的做派吗 基斯伯格毫不犹豫地接手了这个案子 他在辩护状中指出 女性追求平等权利 面临着很多阻碍 首当其冲的 就是女性因为与生俱来的生育能力 而遭受的区别对待 如果没有生育自由 女性永无平等可言 而生育自由 意味着女性既拥有选择多她的权利 也拥有在怀孕时 不受歧视的权利 其实一直到今天 生育自由的话题 仍然是备受关注的 特别是在我们中国 有多少的年轻女孩忙于工作 不能甚至不敢去生孩子 她们怕的就是当自己回来之后 单位已经不再有自己的位置了 而这就是当下职场 对女性生育赤裸裸的敌意 但其实社会对女性的歧视 又何止生育这么一桩呢 20世纪70年代初 基斯伯格成了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法律总顾问 作为女权计划的首席诉讼律师 她接手了不少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案件 曾六次把官司打到了联邦最高法院 其中第一桩就是著名的李德案 案件的主人公沙利·李德 她的丈夫经常对她拳脚相加 后来又抛弃弃子 双方长期的分居 在他们的儿子自杀之后 沙利和丈夫都提交了申请书 要求成为儿子的遗产管理人 可是呢 州法律却规定 男性必须先优于女性 也就是说作为母亲的丽莎 她是没有权利处理儿子留下的遗产的 以性别决定遗产分配的处理顺序 这公平吗 州政府没能给出任何令人幸福的正当理由 最终最高法院判定废除这条法律 这是最高法院历史上第一次 把美国宪法中的平等保护条款 延伸到女性权利的保护 但是呢 李德安的判决书并没有回答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 那就是性别歧视 究竟有没有违反宪法 这个问题被金斯伯格带到了下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案件中 弗朗蒂罗案 沙朗弗朗蒂罗呢 是一名空军中尉 但是呢 政府却拒绝为他丈夫提供军官配偶应得的住房和医疗福利 只因为他是一名女军官 这一次金斯伯格的对手是联邦政府 为了这次的法庭辩论 金斯伯格打扮得格外的庄重 他紧张又郑重的站到了九位最高法院大法官面前 要求他们承认 美国宪法禁止性别歧视 他说啊 不管是李德安的州法律和弗朗蒂罗案里的联邦法律 本质上都是建立在一样的性别刻板印象之上 也就是说 婚姻关系中男性是独立的个体 而女性在大多数情况下 不过就是男性的附庸 而且不用承担养家的责任 但是性别和个人能力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这样的区别对待 不仅暗示着女性不如男性 更是明目张胆的告诉女性 即使你们做着和男性相同的工作 你们的待遇也不如男性 最后呢 他引用了19世纪著名女权运动家 萨拉格里木朗的一句话说 我从不以我的性别为由 要求特别优待 我对于男性同胞 唯一的要求 就是给我们以基本的尊重 金斯伯格的这段发言 令人震惊 也令人难忘 五个月后 法院判决 弗朗蒂罗 胜诉了 我们知道 美国呢 是一个判立法国家 法院可以将各案判决 确定为法律 作为之后同类案件的依据 但是非常可惜的是 弗朗蒂罗案的判决 以一票之差 最终呢 没有能够成为真正的法律 当然了 金斯伯格并不是只为女性辩护 因为性别歧视伤害的不仅仅是女性 它还包括男性在内的每一个人 比如接下来我们要讲的这个莫里茨案 莫里茨呢 是一位单身的男性 自己单独照顾89岁的母亲 他习惯呢 在出差的时候 雇佣一个人来照顾自己的母亲 但是在申请照顾家人的税务减免的时候 却遭遇到了麻烦 因为他是一个未婚的男人 而美国国税局呢 只允许女性或者是丧妻的男性 可以申报这项税务减免 显然税法根本就没有考虑过 单身的男人也有可能要独立照顾家庭的责任 尽管这个案件涉及的不过是区区600美元 看上去和对女性的不公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联 但是金斯伯格果断地接下了这个案件 他对这一案件有着更为长远的考虑 如果法院判定这个税收减免政策是错误的 也就是说从男性的角度证明 当某项事物和男女之间的生理差别没有关系时 任何政策都不应该区别对待男性和女性 正如金斯伯格自己所说的那样 我追求的 我追求的不是女性的解放 而是所有人的 而是所有人的解放 1993年8月 经美国总统克林顿提名 金斯伯格成为了美国历史上第二位女性最高法院大法官 在这之前呢金斯伯格一直都是谨慎而克制 不愿意出风头的 在和最高法院一次次的交锋当中 他意识到人需要时间来接受一个新的观念 要让这个新的观念成为具有普遍效力的法律 更是如此 如果在一个尚未成熟的时机提交案子 可能会输掉本来赢的胜利 或者说本应赢得更大胜利的案子 因此呢每当他的同伴心急火燎 想要马上改变这个世界的时候 金斯伯格都会隐忍而理智的劝说他们 我们应该按部就班的去改变法律 指向最高法院提交符合逻辑的下一个案件 然后下一个 再下一个 但是在进入最高法院之后 尤其是2005年之后 另一位女性大法官奥康纳宣布退休 大法官中保守派和自由派的平衡被打破 美国最高法院逐渐向保守派倾斜 为此金斯伯格不得不用更激烈的方法来表达自己的主张 对最高法院的判决 提交了一份又一份言辞尖锐的异议意见书 在一个案件当中 原告莉莉·莱德贝特为公司工作了20多年 当她快要退休的时候 她才发现自己的工资一直比同等职位的男性要低得多 但是呢 五位保守派的大法官都认为 本次诉讼超过了180天的法定期限 就这样 莱德贝特败诉了 尽管宣判已经宣布 但是呢 金斯伯格仍然当庭宣读了她撰写的意义意见书 她试图让自己的男性同事们知道 这是那一代几乎每一位职业女性都会遇到的事 而且薪资歧视 本就是一项需要用长时间去印证的事情 诉讼实项也应该根据每一次独立的工资支付行为计算 非常值得庆幸的是 2009年奥巴马总统上任之后签署通过的第一个法案 就是莱莱·莱德贝特公平薪酬法案 而让金斯伯格彻底出圈的 是2013年的切尔比县诉讼霍尔德案 在这个案件当中 美国最高法院以5比4的投票 宣布终止选举法的一条核心条款 这个条款曾被称作是美国民权运动皇冠上的珍珠 他要求每个州在改变选举权法或者选举程序之前 要向司法部提交提案申请 这样一来呢 司法部就可以通过审查制度来有效的阻止性别歧视法律的通过 有力的保护少数种族公民的选举权 但是他现在被终止了 大法官的理由是 既然50年前那种严重的种族歧视 在今天的美国已经不复存在了 那么保护弱势种族选举权的条款 也就没有了继续存在的意义 对于这样的判决 这样的理由 金斯伯格愤怒了 当人们在暴风雨中撑伞行径 会因为觉得自己没有淋湿 所以把手中的伞扔掉吗 当然不会 正是因为有伞 人们才不会被暴风雨淋湿 这个条款就像是这把伞 正是因为有它的存在 严重的种族歧视才会不复存在 可是现在最高法院需要把它扔开 那么后果可想而知 果然在之后的几年当中 各州政府迫不及待的通过各种法律 让投票变得更加的艰难 比如说强制投票身份认证 减少提前投票的时间等等 金斯伯格的担忧正在变为现实 很快呢 这份措辞严谨而尖锐的意义意见书 在美国的社交平台上刷屏了 网络上掀起了一阵金斯伯格风潮 金斯伯格的形象开始出现在 最高法院外越来越多的东西上 比如说推特的流行话题标签 街头的贴话 女士的美甲图案 手臂的纹身 各种艺术作品的模仿或者致敬 这样的流行程度 在美国最高法院的历史上 还是第一次 也让金斯伯格成了美国建国以来 最受公众关注和喜爱的大法官 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 怎样去平衡工作和生活 是一个难题 对于日理万机的最高法院大法官来说 更是难上加难 但是你能想象到吗 金斯伯格的生活 其实相当充实有趣 她没有把工作当成生命的全部 而是尽情享受那些 让她快乐的事情 并从中汲取更多的活力 爱美呢 是女人的天性 尽管法官们总是穿着一身标准的 黑色法官袍 但是在脖梗处 男性大法官们 可以露出里面的衬衫和领带 金斯伯格也同样 可以展现自己的特色 她最著名的时尚单品呢 有两件 一个呢 是持多数派立场时 佩戴的黄金蕾丝项圈 另一个是持反对一件时 佩戴的银色项圈 这也成了她的标志形象 这些饰品是金斯伯格独特的语言 他们彰显着女性大法官的存在 也彰显着金斯伯格 优雅 别致的审美 那除了时尚之外呢 健身也是金斯伯格的一个鲜明符号 你可能不知道啊 1999年金斯伯格曾经被诊断出结肠癌 从那之后呢 66岁的她开始了健身之旅 坚持每周两次的私人健身训练 撸铁 平板支撑 雅铃等等都不在话下 到她去世之前 她患了三种癌症 曾经接受多次手术和治疗 但是即便如此 她仍然能以80多岁的高龄 兼顾高强度的工作和繁忙的社交 这其中 健身 功不可没 听到这里呢 你可能已经发现了这位 严肃睿智的大法官的另一面 而她和马丁金斯伯格 异于传统又幸福安定的婚姻生活 也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金斯伯格一直认为 婚姻不应该让女性失去独立和个性 夫妻呢 应该平等的和对方分享自己的生活和人生目标 而她的婚姻确实做到了这一点 马丁曾经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 我从始至终都全力支持我的妻子 而她对我也是一样 这不是牺牲 这是家庭的意义 在20世纪50年代成长起来的那一代人中 这种平等的婚姻关系并不多见 好了 今天这本意见时刻呢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啊 在这本书的最后 金斯伯格大法官也给我们留下了他宝贵的人生建议 为你相信的事业而奋斗 但是谨慎的选择你的战场 把精力和时间放在更加有效的事情上 而不是被愤怒或者憎恶等情绪白白的浪费 为你在乎的事情而抗争 但不要不留退路 为自己尽可能的吸引更多的同盟 而不是一味的对对手展开攻击 在最后的最后 我想和大家分享一段话 这段话呢 是在金斯伯格逝世的那一天 一位网友写下的悼念 他写道 偶像的意义是 他活着的时候 你仰望他 看着他在重要的位置上 为一些重要的事情扛起重担 突然有一天 他成了历史 你回头看 才终于明白 他的仗已经打完了 而那些没有实现的理想 终于已经落到我们头上 身为女性 我们今天可以拥有和男性大致平等的机会 去接受教育 获得工作 离不开无数前人的努力和抗争 但是只要不公 继续存在 只要还有女性和其他弱势群体 继续遭遇着歧视和伤害 这样的抗争就不应该有停止的一天 远在大洋彼岸的金斯伯格已经去世了 而我们中国自己的金斯伯格们 还在继续向前